西藏自治区地理环境复杂 生态多样 造就了游牧等不同生产生活方式 从农奴制到社会主义社会 农牧民享受到现代化巨大便利的同时 也有人质疑 现代化对传统游牧生活方式的冲击 游牧文化能否完全代表西藏的文化和身份认同 城镇化 现代化的定居模式与游牧生活方式是否对立 西藏自治区民族艺术研究所所长努牧 近日接受中兴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就青藏高原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多样性的地理环境 最主要可能就是分三个 一个是就是游牧文化 还有气候比较温润的这个地方 是个以农业为主 兼有牧业 还有一些比较温暖的地方 它有些地方是森林文化 所以很大程度上是 它是一个多样的 从而生产生活方式是多样的 努牧认为游牧文化只是西藏地方丰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游牧生产生活方式 并不能完全代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同生活方式 鲁牧告诉记者 人类文明的发展变迁充分证明 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会因生产力变革迭代 西方文明中也存在游牧文化基因 也在不可避免朝着更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演进 在西藏 农牧民的人口占比达67% 其中又以牧民占比为最多 原因一方面在于国家对西藏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 保护他们的生活传统 另一方面西藏自然环境保护得很好 非常适合以天然游牧方式发展养殖产业 大的规模会缩小 小的规模会扩大 野生动物需要生存 还有为这些野生动物留个生存空间的 国家会这一块保护会越来越大 这个草场有很多人搬到城镇里就 草场 闲置下来了 草长得不错 那时候就是 它就可以局部扩大 比如说 三四岁这个公牛可以就是出来 然后把乳脉养 母的这个继续养 然后就是把乃至瓶消除 小的层面 速度都会扩大 这种是不仅是现实存在 还是牧民的选择 也是大的一个环境的需要 鲁木认为 从游牧到城镇化 不可否认会造成牧民的不适应 在保留其传统游牧作业的基础上 各级政府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就业培训 鲁木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 西藏的牧民对游牧和定居的选择上 也有各自不同的动机 更多的定居是基于孩子的上学 然后父母多想在身边 当然就是他的生活也离不开这个牛羊 其实说实在话 老年人更愿意到城里定居 他的这个高海拔的这个各种基兵啊 在城里里面就是更容易治疗 年轻人有的是不得不放牧 有的是愿意放牧 他每一个家庭不一样 我觉得这些存在都是有些合理性的 在鲁木看来 西藏的生产生活方式多种多样 所谓游牧代表西藏的文化和身份认同 是外界的片面了解 城镇化 现代化丰富了牧民生活 但本质上 传统生活习俗和牧民质朴的进取精神 仍在延续 他们需要丰富的生活 接触新鲜事物 不能狭义的说 牧民只能做牧民该做的事情 鲁木认为 西藏文化正以多姿多彩 兼容并蓄 开放包容的姿态 朝着良性方向前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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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